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为大家带来白日焰火之后 桂轮美右翼散发致命鼠女诱惑的新作 欲语写交织的国产人性佳篇 南方车站的聚会 故事要从一伙偷车贼说起 90年代末的某南方小城 一伙偷车贼正在地下室搞技术培训 一拧二拍三点火 手法之娴熟 堪称切格瓦拉祖师爷 搞完培训分地盘 老马指着地图像切蛋糕一样 你一块我一块 此时矛盾出现了 猫眼兄弟跳出来表示不满 讨论之后谁也不服谁 有带将的扣响了班机 地下室随即打成一团 周泽农操起一把锁 一套骚操作 轻松放到三个 事后猫眼受了伤 道歉赔钱他是不接受的 老马找周泽农商量了个解决方案 要不搞个偷车运动会 两个小时之内 哪边兄弟搞的车多 新夜街就归谁 这样最公平 你意思是 搞一个抢斗运动会 于是一场绅士浩大的偷车比赛 在小城上演 然而怀恨在心的猫眼 表面上是搞车 背地里却想着搞人 他在行车的必经之地 埋伏了一辆叉车 周泽农的小弟 加满油门开过去 结果上演了一幕 血腥的伸手异处 算是国产电影里 最高能的画面了 周泽农侥幸躲过一劫 正懵逼到底发生了什么 猫眼赶来对着周泽农 射了两枪 周中弹跌落水塘 俯身隐蔽 猫眼看了一眼 黑灯瞎火看不见 周泽农这才捡回一条命 天下起了大雨 周开着红色小电瓶 一路狂奔 血水和雨水 模糊了他的视线 前面隐约看到两个人 莫非是猫眼的人结我 来不及细想 周泽农掏出枪 朝着前方开了几枪 原来是警车 周泽农竟然误杀了一名警察 这下不得了了 第二天 周泽农杀警的新闻 登上了头条 他成了全市通缉的汉匪 官方悬赏30万巡 周泽农下落 成百人的特警队出动捉囊 警方通报 周泽农在一家宠物医院 取出子弹后 扔掉手机 隐匿在了野鹅堂城中村 野鹅堂是一块 臭名昭著的三部管地带 这里干什么的都有 鱼龙混杂 醉岸平方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 会有一种奇特的生物出没 天气好的时候 那些培勇女就都出来了 说是培勇 有的根本就不会有用 这种新的满营方式成本低 难取增 再来 打过香蝗 我们两个一起刷 培勇女刘艾艾就生活在这一带 卖银 买烟 抽烟 刘艾艾性情耿直 生活简单 工作上都听华哥安排 只要顾客能出钱 一个 两个 一船 华哥都能安排 周泽农独自躲在野鹅堂的某个角落 偶尔拿绷带给自己换换药 像他这样的亡命图 带着枪出来偷电瓶的 比切哥瓦拉豪横百倍 压根不怕死 他这个人唯一怕的 是自己死后 老婆小杨一个人带着儿子 会活得太难 眼下误杀了警察 被全程通缉 找工作是不可能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工作 全身而退也是不可能了 怎么看都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 他的脑海中 一个想法渐渐清晰 既然自己的人头值30万 不如就让老婆小杨来取吧 想法很好 可如今警方严密不控 怎么联系到五年未见的小杨呢 周只能找几个靠谱的兄弟帮忙 华哥便是其中之一 于是 因缘巧合下 作为华哥的代表 刘爱爱结识了周泽农 成为周的联系人 两人时常在一处郊外火车站街头 这里没有监控 也没什么警力 人越多 反而越安全 偏名南方车站的聚会 由此而来 作为听任华哥差遣的陪勇女 刘爱爱冒险干这事也不是白干 华哥承诺 事成之后给两万 周泽农只要信任华哥 大可以放心刘爱爱 刘爱爱还是不放心 他总感觉 周围好像有眼睛在盯着自己 晚上 几人来到了约定的馄饨店 野鹅堂的闹事 既混乱又有序 看来周泽农真的独心 人越多越安全 可时间到了 周却迟迟没有现身 门口一个男子晃来晃去 刘爱怀疑这是便衣 再看周围 仿佛每个人都鬼鬼祟祟 胖老和小猎出现了 这两人是周泽农派来接走小杨的 他们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势头不对 想跑为时已晚 便衣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 一场警匪火辟在人群中上连 刘爱怀吓得赶紧走人 胖老和小猎双双殒命 到底是谁泄露了行动呢 逃跑路上 老常找到华哥算账 为谁是内奸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小杨承认了是他举报的 原来警队早就盯上了小杨 让他有周泽农的消息 必须马上报告 小杨事先也并不知道 周是为了给他们母子两留三十万 他伤心又后悔 没过多久 老常被警察击毙在了动物园 周泽农又失去一个兄弟 而华哥似乎并不铁杆 他跟老猫马眼等人走到了一起 谁不想搞到这三十万呢 一伙人商量着干脆弄死周泽农 提着人头去领赏 警察再次拜访了小杨 问找他对接的人是谁 但这回小杨守口如瓶 没有供出刘爱爱和华哥 火车站 周泽农跟刘爱爱讨论着今天的情况 看来让小杨举报已经不现实了 只能采用Plan B 让刘爱举报 拿到三十万赏金 然后交给小杨母子 给你两万的酬劳够吗 刘爱的回答很妓女 但也很意气 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怀疑 举报的地点定在了裴勇女 日常上班的湖边 第二天 故事来到了开头的那一幕 烈日下 刘爱站在湖边 等待着周泽农的出现 不晓 他被一个客人看上 让华哥安排了裴勇 好在周泽农及时赶到 爱找机会抛下客人跑了路 大批武警在湖边集结 看来这个地方也暴露了 于是两人开船前往湖心 到了熟悉的地方 刘爱如鱼得水般浪荡起来 毕竟是裴勇女 伴着水讨生活的女人 需要的时候 他们便要出卖色相满足客人 刘爱与周泽农也是这样 一切很自然地发生了 狭小的船舱幽波荡漾 一个是裴勇女 一个是亡命徒 没有任何爱情的迹象 倒有几分惺惺相惜 同为边缘人的迷茫 事后周泽农递上一百块 这场裴勇举报戏 简直毫无破绽 然而 剧本并没有按照周泽农设计的展开 而是掌握在猫眼等人的手里 华哥和猫眼为周泽农 安排了一个死局 由刘爱作尔 晚上等周泽农回旅馆后 将其诛杀 为了独吞赏金 猫眼提前灭掉了华哥 然后旅馆守株待兔 果然周泽农上钩了 进门就被打得满头血 但好在此人筋骨轻齐 有一威三的战力 先是以戒烟为名 趁老马不备将其放倒 随后又平一把雨伞 冻穿了猫眼兄弟 雨伞打开 仿佛一朵怒放的鲜花 猫眼本人也跳了楼 摔成了瘸子 大仇得报 被人算计的这口恶气 算是出了 周泽农再度骑上了小摩托 他要找一个人 重新再演一出戏 街边宵夜的刘爱 见到了周泽农 仿佛见到了鬼 拔腿就跑 刘爱的背叛 让周泽农有些意外 但他也知道 刘是被华哥逼的 这个封城女心中 还是有些火光的 跟自己一样 刘爱在前面跑 周泽农在后面追 两人如同迷途的困兽 穿越在吵闹 潮湿 阴暗的野鹅堂 悲催的是 刘爱撞见了一个 心术不正的工厂老板 这人受性大发 不由分说 把他摁在了洗衣机上强拆了 好在周泽农及时出现 出手放倒了老板 既然如此 刘爱也不逃避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叛 餐馆里 刘爱跟周泽农 点了碗牛肉粉 两人都饿得不轻 专注得唆而不言 接着刘爱去前台结了账 顺便报了警 很快便衣们围堵了餐馆 周泽农停下手中的筷子 假装意识到了什么 掏出枪 对着空气放了几枪 然后假装求生欲很强的样子 疯狂逃窜 撞见警察 再空放一枪 拿生命再演戏 最后走投无路 只能选指湖边 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三枪过后 周泽农停止了呼吸 汉匪落网 警队兴奋地在周的尸体前面 合了个影 第二天 戴上变形金刚的面具 刘爱爱去警队领了 30万人民币的大奖 一捆捆的现金 搞得声势浩大 分外张扬 事后 警长开车 带着刘爱去银行存钱 却发现刘爱虚晃一枪 从银行出来 去了其他地方 是周泽农的妻子小杨 两人抱着钱 手挽着手 怅然地在往前 警长跟在身后 他意识到了什么 但又停下脚步 算了吧 法不外乎人情 索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放两人离去 故事就这样落幕了 电影带我们走进 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恭喜你 又跟着贬斗 做了一场暴力而迷幻的梦 南方车站的聚会 是刁一南导演 在白日焰火火的 柏林金雄之后 野心勃勃冲击 嘎那电影节的 最新立作 故而两部影片 有很多相似之处 贵伦美两度 以致命淑女诱惑的人设 单纲女主 扮演危险而魅惑的 蛇蝎美人角色 第一层 边缘 命运多船 漂泊不定 在欲望与犯罪的边缘游走 既是欲望的傀儡 又是犯罪的宿主 最后都以某种极端的方式 点亮心中的光 完成救赎 且都会遭遇一次 被人强拆的厄运 第一次被廖凡 这一次被黄绝 导演的险恶居心 昭然若揭 廖凡两度 单纲警探角色 在白日焰火中 是一正一邪的颓废主角 在本片中则成了完美的 充满人情味的正义使者 矛盾的主角则 交给了胡歌演绎 印象中还是鲜肉的胡歌 诠释起一个中年汉匪角色 总感觉少了几分粗利和野蛮 尽管很努力 但比起廖凡的坏 确实差了点味道 故事发生的环境 一个在冰冷雪白的北方 一个在湿热嘈杂的南方 作为演绎血案的舞台 各有各的魅力 南方的车站 两个沦落的江湖儿女 在这里相聚别离 野鹅堂夜色的迷雾中 上演着一出出背叛复仇 与救赎的人间好戏 导演也无比痴迷于 对环境的刻画 考究的光影 丰富的细节 营造出了一种上世纪 中国特有的魔幻和荒诞 让人沉迷其中 欲罢不能 加上不计尺度的 国产暴力美学 各种番茄汁四散的镜头 连昆廷老怪看完 都拍案叫绝 也有人吐槽 本片的故事 其实没什么新意 温吞的节奏 在快节奏消费内容的时代 显得无聊拖沓 但扁斗以为 看电影不能只看故事 还要看它的摄影 表演 风格和情绪 解说电影 也不能只解说戏剧冲突 还要带大家 领略导演的用心 和电影的手法 本片能代表 国产电影入围 19年嘎那主竞赛单元 充分证明了导演 在故事之外的降薪 如果观众对此视而不见 以快三电影的标准来评判 实在是暴殿天物 至于说好看不好看 每个观众心中 都有自己的答案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GC Movie 这里还有各种好看 硬核的高分剧集解说 看剧就来扁斗的私密频道 咱们下期见 拜拜